衣服 废弃电脑 杂物 堆积成衫 这里不是垃圾场 而是贩卖美军用品的卖场 驻扎阿富汗长达20年的美军 二号深夜悄悄撤离巴格兰空军基地 有下不少物资都被闯入扫光 美军匆匆离去不告而别 就连要接管基地的阿国军方 都没接到通知 巴格兰空军基地可容纳超过十万人 却在一夜之间变空城 2002年因为911恐攻 美国举兵挺入阿富汗 打击塔利班恐怖主义 开启这场长达20年的最长战争 期间有超过2400名美军赠命一乡 现在在阿富汗政府的处置 他们继续与塔利班的战争 他们会认为美军的美军赠离塔利班 随着美军撤离塔利班大举占领阿富汗 境内多个地区 甚至传出有三分之一的地区都被控制 经过美国20年的庇护 挡不了恐怖主义绝处逢生 阿富汗恐怕在线内战 三地新闻宠还报道